維基解密艾桑吉恐遭引渡 吃強姦和性騷擾官司 英國最高法院已宣判 艾桑吉可能被引渡至瑞典 接受性侵指控的審判 但維基解密創辦人 還不需要打包行李 他可以向歐洲人權法院 申訴 瑞典的檢察官想偵訊艾桑吉 有關強姦和性騷擾罪的指控 艾桑吉的律師則說 整件事都是個陰謀 主要的目的是要毀滅維基解密 疑神疑鬼的支持者說 他肯定會再被引渡至美國 不過美國好像不需要瑞典的幫忙 艾桑吉已否認這些指控 他說瑞典的女性主義保守得像阿拉布一樣 艾桑吉啊 你該面對這些指控 你再逃避也只是連累危機解密 你同意艾桑吉該被引渡嗎 留言跟我們說吧 好啦影片看完啦 怎樣你有話要說 好啦好啦有話要說 寫在下面好不好 快寫吧 別害羞 等喔 我可不可以 你先過來 你先來 我先來 你先來 我就先來 你先來 我先來 我先來 你先來